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用品买礼物送给朋友 我都在网络上面搞定 全部都可以搞定 用手指点点滑一滑都可以看到 然后我就会找一个可以相信的网站 你有没有什么Pickball 比如说买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就是能够买到最好的东西 当然要便宜 品质好 然后送货的时间也要快 然后又要有摔个 对 你不觉得我们心情退好吗 然后送礼物的时候心情也会特别的好 所以我自己在网络上面 其实对网购我自己要求还蛮认真的 自从有的 其实只要是礼物的话都喜欢 去跟心意 对 去跟心意 而且送到你家那种感觉非常好 我是蛮喜欢收到那种手工作的礼物 手工作的 比较独特 然后像我们这样子 台湾很多的很棒的产品 包括了还有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我又分享它的事情 它现在是五个月大 然后慢慢开始 现在学会转身 然后会连续不停的笑 对就是你逗他一下 他会非常给你面子 你逗他他就笑 而再逗他又笑 我们就做父母的就很小 一逗到他累了 不笑了 我不太平常 你会不会说baby talk 对对对 我会很想跟他说一些baby talk 然后我的先生 他跟我女儿的baby talk 是伴女生去跟他讲话 这个是伴女人的 他都会觉得伴女人 他都会觉得伴女人 比较高音就是baby talk 对对 他真的是 他知道我先生跟小孩的互动 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 是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不太会表达男人 婚姿比较理性的人 我相信这个网站绝对适合他们 因为送礼物就是最好的表达 对最直接 OK 好 这个直接不如我们就来